8月25日,李文生前录音控诉《好声音》风波已经过去一周,无数人为李文发声,如今似乎终于要迎来结局,浙江卫视在社交账号上发文正式宣布《好声音》停播。 据悉,浙江卫视在文中表示,鉴于观众和网友反映的《好声音》节目的问题正在调查中,所以该节目暂停播出。 对于浙江卫视最终做出这个决定,网上一片叫好。 不少人希望《好声音》节目组能够痛定思痛,好好整改,认真反思。 相关投票中,很多人也选择了众望所归,查清前不想再看这个选项。 不过,也有网友觉得,《好声音》早该停播,甚至有人希望直接取消这个节目。 此前曾多次为李文发声的台湾歌手杨培安也在评论中留言,称这只是第一步。 据悉,随着《李文》录音事件持续发酵,很多参加过《好声音》的选手纷纷出面, 称李文确实受到不公正待遇,并爆料节目让学员花钱买排名的黑幕。 曾经获得2016年福建赛区总冠军的学员邱志都还怒砸冠军奖杯,并烧掉了所有证书。 因此,《好声音》的评分跌至2.4分。 曾赚的盆满钵满的《好声音》,制作方灿星的母公司星空华文,股价一度跌超11%, 此前营收也在短时间内暴跌敬酒一元。 此外,很多明星大咖也被这场风波所波及。 首先被波及的是当初和李文一起参加《好声音》的导师李克勤,梁静如还有李荣浩, 因为他们目睹了李文摔跤的全过程,但至今没有替它发声。 正在录制《好声音》的导师潘伟博、刘宪华、薛之谦、周华健也遭到网友吐槽。 另外,主持过12季《好声音》的蓝台一歌滑少,评论区同样沦陷。 值得一提的是,天后级歌手珍妮也连发18文炮轰, 《好声音》甚至直接点名谢霆锋、王飞、纳英和纳新四个人称他们的名字等同于资本商。 此前当过四季《好声音》,导师的周杰伦还疑似遭到真逆暗讽。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,李文摔倒是真的,控诉好声音的录音也是真的, 浙江卫视调查的话也是要从这几件事着手。 当时是谁负责李文的舞台控场,又是谁在后台拉扯李文差点动手。 同时那些明星,学员爆料花钱买出到位,冠军,转椅到底是不是真的, 又是谁在操控这些事。 浙江卫视都没有给出正面回应,也没说是要调查李文的事, 还是那么多人爆料的内幕。 当初李文那期节目的导演柳梨已经被休假, 还自称去了西北,但浙江卫视却没有公布有没有处理柳梨, 可见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能对这件事负责。 这么大的一个电视台,好声音也已经办了这么多年, 按理说所有的工作流程都应该很清晰明了, 为什么调查一件外来学员都知道的事,却这么难呢? 只不过事情发酵了这么久, 网友似乎对浙江卫视的要求也越来越低, 看到他们发布的停播通知后,评论区竟然全是好评。 几乎每一条评论都在说,停播已经是最好的交代, 但看了这么多年的节目, 很多观众还是觉得突然停播了很伤感。 可以看出,浙江卫视停播好声音的举措确实稳住了很多网友, 大家纷纷表示先缓一缓是最优解, 这应该也是最终的回应结果。 所以,评论区没有任何人提起李文, 也没有人催促节目组给大家一个调查结果, 和向李文道歉的声明。 纵观浙江卫视过往的风格,都是很强势的。 当初原力的节目播出后, 很多人质疑他精神出现问题, 后来原力上节目控诉浙江卫视剪辑有问题, 刻意引导大家把自己当成非正常人, 给自己的形象带来很大影响。 但浙江卫视并没有回应这件事, 原力也只能不了了之。 还有陈奕迅在退出节目后爆料, 导演会指挥导师为谁转身, 让他大开眼界。 以及潘伟博全程没动, 椅子却自己转了过来, 当时他自己都被惊讶到表情大变。 更夸张的是, 潘伟博被转椅的画面是全程播放出来的, 好声音甚至都懒得剪辑。 还有肖战当初的队友彭楚月, 团队上节目的时候节目组物把油漆当酸奶递给彭楚月, 彭楚月毫不知情地喝了好几口, 节目结束后直接进了抢救室。 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浙江卫视, 但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对这些事做出过任何道歉和回应。 但浙江卫视这些年的节目依然收视率爆棚, 想上节目的明星更是比比皆是, 所以也很难说到底是明星自己搞噱头, 还是节目组监管不严。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 李文的事情发酵到这种地步, 浙江卫视第一次因为一个明星停播王牌节目, 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 也许正是因此, 评论区的网友们竟然还觉得有点感动吧。 而参加过好声音, 并获得好名次的学员也被很多人怀疑, 是不是花钱买的名次。 现在随着好声音, 停播这场风波应该会暂时落下帷幕, 不论如何希望蓝台能够调查清楚, 并公布结果给大家一个交代。 我只想告诉大家,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, 这就是典型的平息众怒, 你以为这节目完蛋了吗? 想多了。 你要知道, 暂停播出不等于停播, 而停播也不等于停办。 现在, 好声音被全网声讨, 处于风口浪尖之下, 浙江卫视宣布, 好声音暂停播出就是为了平息众怒, 这周不播, 说不定下周就播了, 人家不差那点时间, 还记得去年, 好声音, 节目组淘汰周飞哥吗? 李文对赛制不满, 当场发飙, 质问导演组公平何在? 当时, 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, 为了让节目举办下去, 节目组就用了一招平息众怒的方式, 复活周飞哥, 让他再唱一首, 可还是逃不过被淘汰的结局。 如今浙江卫视宣布暂停播出, 好声音就是一模一样的套路, 先用暂时停播来平息众怒, 然后下周或下下周再播出。 所以, 你要弄清楚浙江卫视的目的, 暂停播出跟停办, 可是两码事。 肯定有网友要问, 好声音, 都这么烂了, 为什么不停办?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 好声音, 再烂, 也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音乐选秀节目, 还没有一档节目能够取代它。 对浙江卫视来说, 这档王牌节目如果停办, 那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, 所以节目绝不会停办, 起码最近几年不会, 除非浙江卫视能推出一档能够取代 好声音的全新选秀节目。 当然了, 基于现在大众对节目的种种质疑, 以及现在节目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, 好声音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整改, 那也很难走下去,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停办。 所以我推测, 今年的好声音总冠军, 一定是节目史上最没有争议的总冠军, 都到这个时候了, 节目组肯定不敢乱来。 当然, 说是最没有争议, 其实也是最没有含金亮的一记总冠军, 在被全网声讨的形式下诞生的总冠军, 就一冤大头, 谁稀罕呢?